好,这边可以了,捞出来 现在把这个须倒进来 这个汇水是一分半 鱼肉比较腥,可以再倒一点料酒 捞出来 这就是焯好水的食材 然后用那只海鲜的专用活子把它装起来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大小形状规格的活子 首先把海带装在这个活子里面 完整视频教程 联系微信 QQ136-5258-900 136-5258-90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前面是装好的食材 后面是三款烙汁 藤椒、芥末烙汁 这款呢,比较适合于腥味比较重的食材 经典酸辣烙汁 这款呢,适合于一些素菜 这是红油烙汁 红油烙汁比较通用型的 海鲜或者素菜都可以用的 做生意的时候 根据靠谱的口味提前把这些准备好 首先 来咬一些红油 做一些红油烙汁的 也不能咬的太满 装到八分满就行了 食材的八分满 完整视频教程 联系微信 QQ136-5258-900 QQ136-5258-9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还要准备一些 小米辣红辣椒 线椒 小米辣椒 香菜 再少放一点 适量放一点 点缀一下 小米辣椒 然后就用盖子把它盖起来 贴在上面